我收到了一个飞雨的相机云台 算是我提前到的一个生日礼物了 昨天到了Xbox Series X 啊差一秒 哈喽今天是中秋节 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份快递 好兴奋啊 这个呢 它算是我提前到的一个生日礼物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的礼物会是什么吧 好期待呀 就是它啦 我收到了一个飞雨的相机云台 然后型号是G6 Max 它的外壳长这样 开箱咯 先来看一下它这个云台 非常的有金属感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操控界面 过了一根Type-C的线用来充电 这里面就是各种连相机操控起来的线 这个重量也是非常适合女生的 因为它蛮轻的 所以就比较适合单反相机 或者轻便的小型的口袋相机 然后这样子出去玩 这也不会太累 好啦 这些以上就是我所有的开箱过程 那么我们到之后就会去户外做一个实际的测评 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它 切换到了自拍模式 妈快来追我 好 昨天到了Xbox Series X 然后这个就是主机挺成的 然后上面是有一点蓝色的 绿色 对绿色还挺好看 边箱里面会有一个手柄还有电源线还有HDMI线 手柄它会自带电池会已经装进去了 怎么一不小心就来了一个COVID vaccination center 是来warehouse取快递的 我的单号是1A1 好复杂哦 我已经看到你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我身后有个人在组装贵妇 好复杂哦 游戏区搭建完毕 登登登登登登登 哇差一秒 去到了 卖了罗德的这一款麦克风想减少录音时产生的不必要的噪音 它的配件呢就是这些 有一款防风罩 然后这个是它加尔麦的一个小支架 还有一个3.5毫米的音源线 这个防风罩给取下来的变成两个部分 好现在它已经固定在这个支架上了 然后再套上它的防风罩 已经破过迪带想要架在相机上看一下效果了 我现在已经把麦克风接在我相机上了 然后我想对比一下接跟没接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把麦克风的线拔掉来看一下效果 我现在没有接麦克风 然后就是现在是我说话的声音 好再弹一次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